欢迎若萱 若萱 用一个关键词 你会怎么形容你看到的这一号宫殿 我觉得应该是气势辉煌 确实是需要仰视 那这个进到院子里 它是建在一个高台上 一号宫殿主殿是比院子里边 其他地方要高的 它是高高在上的 另外它的地基也比其他地方 要更加复杂 更加讲究 可能就是强调王权的枝高屋上 强调王权的威严 王权有很大的凝聚力 一号宫殿为什么前院要这么大呢 上书里面的盘根篇 它就讲到了王庭 所谓王庭就是在宫殿 大门之内大的一个庭院 而里头一号宫殿前面大的庭院 就是夏商时期的王庭 他经常举行一些重大的活动 包括赤装回来以后 庆祝胜利 都有一些大型活动 后来历代王朝的所谓朝廷 应该是从这起源的 确实我们看到 二里头一址当中的工程 都是方方正正的 道路都是横平竖直的 要联系到现在 我们都会想到紫禁城 像紫禁城这样的布局 是不是跟二里头遗址 它们都是一脉相承呢 北京城的故宫的居中 中州县有左右对称 这些格局根据现在的发现 最早是在二里头遗址出现的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紧接着二里头遗址的掩饰商城 距离它六公里 也是这样一个格局 基本上是坐北朝南 然后呢 工程居中 刚才说到这个景字 它九个阁 那中间是宫殿区 景字的其他的区域 都是做什么的呢 景字阁的正中心是宫殿区 祭司区 宫殿区 和观影座坊区 它们都在这个景字阁的中路 祭司区 我们发现有类似于后世的坛 一类的祭司医疾 宫殿区在南边呢 发现有筑铜座坊 面积差不多有两万平方米 还有驴筒式加工座坊 面积至少一千平方米 南边这个座坊区的外边呢 还有东边 北边和西边 还发现了围墙 第一 它的位置非常重要 第二 它外边还加围墙 可见这个观影座坊区 它的地位也是非常高的 中路的东西两侧呢 我们发现有贵族和一般平民的 居住和埋葬区 离中心区的位置的远近 决定了它们重要程度高低 就是说分区是靠墙来分的 对 靠墙和道路 来划分成这样的网合 以供电区为核心 其他的重要功能区 都围绕着供电区来分布 这种分布格局呢 也是被后世商朝 周朝所继承 这个严谨方正规程的格局的背后 体现了他们当时的社会等级划分 应该是非常严格的 是二头进入王朝国家的 一个最重要的标志 我们现在提到二里头遗址呢 会说它是中国最早的王朝 如何定义王朝国家呢 我们说的王朝国家 像夏王 沙王 周王 所具有的这样的一个 王朝国家的王权呢 我认为它这是一个 支配天下的这么一个王权 像这个小国寡名 这称王这样的王权呢 我称之为约死王权 所以你看我们二里头文化 它以这个河南府地为中心 这么大一个范围内 明显地突破了 它之前时代的地域的局限性 现在可以知道了 二里头遗址 它不仅是一个独裔 还是一个王朝国家 到翠一里头咱们